主料,日本豆腐,250克,辅量,砂绿酱,椒盐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日本豆腐3条,切成块,准备鸡蛋液,面包糠,锅里倒入油,用煎炸的方式煎好豆腐,出锅后撒上少许椒盐,出锅后撒上少许椒盐,再挤上砂绿酱,完成,烹饪技巧。 沙绿酱要用冷藏锅的沙绿酱才好吃,因为冷藏锅的沙拉酱配着煎炸好的日本豆腐,这不会觉得太逆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